橋台木蘭地已經遠離 但是強風豪雨已經讓東部重創 好幾條連外交通都中斷 首當其衝的就是觀光店 原本想打轉動車台的業者十分無奈 像是泰魯閣附近的觀光飯店 就是受害者之一 要準備回去了 為什麼 台風的關係 反而今天客人是很多的 整排的小木屋全部無錫麻黑 一看就知道根本沒人來住 因為不光是旅客本身 就連飯店業者有的擔心 冒著風雨前來的遊客會有安全的疑慮 萬一不小心遇上落實 就會有根災的後果 因此通通取消住房 原本全滿的住房率瞬間化為零 業者損失4到50萬 今天的訂房是 是零了 切開一大塊重式月餅 裡頭是滿滿的綠豆腺和麻薯 每逢中秋總是吸引許多客人前來購買 可是店內只見老闆拿著抹布整理店面 進門的顧客幾乎用五隻手頭就數得出來 業績掉了起碼四五成 因為現在這個期間 其實如果沒有颱風 我們的客人是已經就是會排隊 花東的觀光理事協會粗估 光是中秋年假第一天 整個台東的飯店幾乎全數退訂 總體損失至少3000萬元以上 而花蓮統計 本來預計將會湧入5萬多名遊客 瞬間只剩下1萬人左右 不止業績最少掉6成 日升發至少6000萬元 中秋節沒得賺 到處淹水 還有許多地方道路中斷 接下來的一兩個月 生意也是會受嚴重影響 路客限縮 颱風又來攪局 東部地區的觀光業 真的快要活不下去 記者吳彩郡 賴永成 羅湘 花蓮台東綜合報導 事務並 node 碧塔 쵸 評估